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 简称GDP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居民生产单位 在一个指定期间内 通常是一年或一季的生产总值 是量度一个经济体表现的重要指标 本地生产总值可以从不同方面计算 而开支面编制的本地生产总值 是以私人消费开支 政府消费开支 投资额 和货物出口和服务输出价值 减去货物进口和服务输入价值来计算 一般来说GDP的数字 要和过往的数字做比较 有关数据的趋势 才可以反映有关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表现 比较方法可以分为贵比或者年比 由于经济是有周期性的 所以贵比多数用来配合大围经济环境 做参考之用 比较多人会选择用年比作为他们的比较方法 即是与去年的数据做比较 而当GDP增长的时候 即是代表经济正在增长 当GDP增长是负数 就代表经济正在衰退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